请天徽方禁用英雄 是多次顽强抵抗 依靠自己BKB更新之后 双合的正面能力以及买活 是连续守住了好几波 最后是经济一度被对方反超 但是后期依靠一波 时间很长的团战的来回牵扯 最终贝尔斯是击杀了对方的影魔 然后小鱼人也是不能买活 让对方双合不能买活之后 还是拿下着比赛 拿下着第一局 这样的话贝尔斯还是保持着一个 在欧洲区以及组队以来之后 不败的一个战绩 看一下第二局双方的一个表现 上一局的话 应该说打到后期 两个队伍都体现出了一个 很强的整体实力 但是相对来讲两边的阵容 一二号位其实装备都差的不太多 作用也是差不多 但是三号位上面 负外务的人马明显是 在后期作用要强于 Mate Control的九仙 九仙后期只能起到一个 知道混乱跟控制的作用 而人马是能够提供一个 比较稳定的控制 而且能够吸收伤害 帮团队减伤 然后四号位上面 其实这一次上一局的光法 已经是做到比较极限了 装备很好 后期还出了一个熊灯刀来救人 但是贝尔斯亚普瑟的拉比克 也是作用很显著 在前期打开局面 然后五号位上面呢 带泽的作用 后期是明显要高于冰女的 带泽后期的搏葬 就是 就只需要一个搏葬放的好 就可以了 而冰女 达到后期就没什么作用了 那么这局的话呢 贝尔斯是选择 继续扮 立坏的这个 绝活 哎呦 贝尔斯好针对啊 我们知道 立坏的这个四号位 这也是有四手绝活 拉比克 光法 精灵 屠夫 贝尔斯是扮 精灵 光法 然后抢拉比克 立坏的第一轮是 没有给 这也是选英雄 然后贝尔斯第二轮 可以再扮一个屠夫 那这样这也是没有英雄用了 就是没有他 最擅长的英雄用了 立坏的第一轮 是扮了 一个土猫 然后扮了一手发大的蚂蚁 这边是放出了很多强势英雄 贝尔斯这一局是选择一抢了射击德 然后立坏的是大鱼人和戴泽的双减甲 是一个攻守兼备的阵容 不过这个阵容 也不是特别稳啊 立坏的是保护戴泽 扮一手腐王 这边贝尔斯应该是扮一手屠夫 扮一手屠夫 然后扮一手像 小娜家啊 扮了一个炼金 请Liquid战队禁用英雄 Liquid是扮掉了负爱物上一局的人马 请天徽方禁用英雄 啊 贝尔斯没扮屠夫 还是放了 那这样Liquid应该是要给这一手来选了 因为如果这个Liquid不选的话 贝尔斯自己也可以选 拉比克屠夫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贝尔斯还是扮了狼人 搭配小狗的核心 搭配大鱼的核心有小狗 然后 打德鲁尼的话 还是最好选一下切入能力比较强的英雄 要么就是选小狗上车 或者是本身可以切入 像拍熊这样 拍熊这样前中期还可以 但是后期是不太好打 比较容易被风筝 我觉得Liquid这手可以先选屠夫 屠夫打德鲁尼还是比较不错的 先选了蝙蝠 那这么来说的话是个四号位的大鱼人了 四号位大鱼人或者四号位蝙蝠 这两个英雄都是可三可四的 我们这局是看到了GH的一个新英雄 又选了一个强先手 这样是通过两个 通过两个先手去切德鲁尼 贝尔斯这边有一手拉比克 这个是可以用秒举来 刻一下蝙蝠的 我觉得贝尔斯这一局 可以考虑选一个三号位的军团指挥官 这是一个比较强的反手 而且本身也是一个 能够打控制跟输出的核心 这个英雄是比较全能的 他既可以解蝙蝠的拉 又可以解大鱼人点灯 对于保护熊德来说非常的不错 之前 之前Liquid是选过一局 德鲁尼军团加上巨魔的一个三合 菜刀流 效果非常的显著 贝尔斯不知道这局会不会参考一下 我觉得这局选军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风行者 愿为您效劳 哦 风行者 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是有一些增强的 看一下更新 具体的数值改动是记不清楚 但是确实是增强了一些 但是选风行者还是有点没想到 这是感觉对面的阵容没有什么法系伤害吗 选了一个自带雾勉的风行 这已经是一个很久没有出场的英雄了 应该是一个中单风行 看liquid会选什么样的中单去应对 选了风行 我们看得出来 贝尔斯这个新人 弗雷尔的英雄值也很广 这局应该是发他 这一局的位置分配还不好说 发他之前也是会用德鲁伊的 而且风行者本身也是一个对象能力比较强的英雄 第一次受选人liquid是想了时间非常的久 他们这个阵容 肯定是要补物理输出的 就是看大哥来补谁了 有戴责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TB 贝尔斯目前这个这种拿幻象 拿分身戏还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局liquid在选 那家海妖其实也 也不是不可以 TB应该是更好一点 跟职容的配合度比较高 配蝙蝠大鱼人 戴责都不错 中单的火枪 这是一个中单线上比较强的英雄 这样打风行对线会不落下风 而且也是给职容当中补充了一点法系伤害 不然纯靠物理的话 风行这个风部会太好发挥了 而且也是对抗设计得一个比较常用的选项 那就是打德鲁伊选火枪 这两个英雄 对发育 对拼输出 看谁的输出高 这两个英雄的定位出装都是比较像的 贝尔斯这边四手选出一个三号位的小强 这就是一个比较克制蝙蝠的英雄 拉比克在防守端可以通过瞄矩来克蝙蝠 小强进攻端可以通过坚特艾格定位来克蝙蝠 最后是贝尔斯留了一个酱油位 然后利亏这边是缺少一手大哥 贝尔斯这个酱油 小强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四号位选出来针对对方的蝙蝠的 因为贝尔斯这个阵容单纯靠一个德鲁伊感觉不是很稳 利亏特是半了一个萨尔 这个确实是将为他们功能性比较强的一个英雄 不太吃装备 而且可以单独的带动节奏 可以留人 最后一首马特勒曼的大哥 感觉TB和小狗 任选起一吧 还是比较常规伴了小狗 他感觉选TB的话 虽然说利亏的这个阵容非常的舒服 但是不一定TB能够输出到这个德鲁伊跟风行 最后贝尔斯这一手辅助 或者是三都有可能 感觉贝尔斯应该要选一个往后期打 有一定发育空间 有一定后期能力的英雄 不然这个阵容 这两个核心是有点脆 就是整体是没什么前排的 只能靠德鲁伊一只小肉熊 最后一首拿人 贝尔斯想了时间非常的久 因为这也是一个关键局 选择了一个泡沫 这个确实是一个 在四号位上面 能够在后期发育成为一个核心的英雄 但是前期可能会比较弱 就是他的这个发挥是不稳定的 是个不稳定控制 伤害也不稳定 但是后期是可以转核心的 贝尔斯的这个阵容 没有太多的配合性 而且整体非常脆 感觉这个阵容选的有点飘 哎哟 来了 最后Liquid选了一首米波 看到贝尔斯的这个阵容这么脆 而且感觉爆发并不是很高 最后是选了一个米波 这个有意思了 这应该是Miracle的米波吧 带泽米波其实也是一个配合 就是可以保证米波不太容易被秒 之前看Miracle打天梯是用过米波的 虽然说比赛中用的不多 因为之前Miracle跟Nutelle组队 大跌的米波打的也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Miracle不用米波 但是他是会用的 而且米波 他的米波应该是排名还挺高的 因为马图我记得他是不会用米波的 而且他这个选手的性格 应该也不是用米波的性格 这场比赛从正乎上来看 还是挺有意思的 果然 这边Liquid的火枪 Miracle米波 Mid Control蝙蝠 这也是大鱼人 Crokey的戴泽 然后熊哥这边是 Ferro的德鲁伊 发达中单泡沐 中单泡沐 哦中单泡沐 哎这个分身很有意思啊 Ferro一号位德鲁伊 发达中单泡沐 Ferro的小强 亚普特四号位风行者 然后加上 33的一个拉比克 呃四号位风行 然后分路这边 中单是泡沐对线火枪 马图曼曼是选择了一个 走中 然后保Miracle的米波 优势路发育 双方这一局都是 寄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四号位的风行 比较少见 主要是因为 风行这个英雄 是比较吃等级的 诶米波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拉比克一个先手举 A小强 找位置 风行还在留点 刺 刺起来 但是这边 Liquot也支援了过来 炮米键没射中 大鱼人 踩反打 一个加血 哇 这伤害 米波原地狗忽悠很尴尬 没打出伤害 但是还是闪拿了一血 被Crockettin点到了一个人头 风行这个英雄 风行这个英雄 前期的伤害比较一般 就属于爆发 爆发控制输出都比较平庸的英雄 所以不太常见 作为辅助出现 比较吃等级 中路这边学的是强力机 来这里刮火枪 一箭 耗血 这个 对火枪影响不大 顶多多用几个大药 小枪打野 被大鱼人过来陪 直接是放了一个真眼风野 放Miracle的米波空步 米波是先做了一双鞋 风行找位置各种强力机啊 这个 想杀火枪的信使 感觉火枪要运补给了吗 还有个大药在 就丝毫被风行感觉前期有点无所事事 大药 没有打断啊 这就是就等你吃辣药 就是来恶心火枪的 大鱼人过来散飞小强 马途版的火枪 补刀是5-1 泡沫是8-5 马途可能也是打中单比较少 这边戴泽过来跟大鱼人 找一波小强 还差一下点出来 没死 小强这边的回血能力比较强 吃一棵树 但是需要回一波架也比较伤 米波已经三级 下路空补 15-10 这边贝尔斯选择前期放空米波 让他空补 风行的中路站着 这是一个风路强力机啊 这火枪应该是运来了一组补给 吃了一个大药之后再吃一个 再吃一棵树 这边 利快的是两个人双开悟 找风行 风行只有1级 但这两个人的控制能力太弱了 没有先手 这两个人开悟怎么杀人啊 大鱼人只有1级 没有加速 带则2级留了一点 这两个人的开悟还是比较僵的 大鱼人过来赶紧混一个2级 米波已经夹腿了 上路拉比克想绕后 闪耀 德鲁伊四级 他的熊是没有血 回家血能补血了 线上没有药这只熊 风行来到下路 但是风行只有1级啊 大鱼人是有鞋子强追这个1级的风行者 风行有一棵吃树 大鱼人先吃树 风行者往树里面一走 大鱼人没有身追 把他赶走 上路拉比克有个现眼 绕后过来 举一下往回丢 看能杀吗 啊 直接停命缠绕 再补一声吼 漂亮一把电 带走 这边是举到之后 缠绕加吼 延长了控制的时间 让戴则没有方技能机会 戴则2级确实点了伯葬 但是没有机会用 尖刺外壳 这边想忽悠就是为了骗着尖刺外壳骗到了 三级忽悠有网 中的火枪21-2泡沫28-6 差的也不太多 小强风行这两个输出也不是很高 这边立刻的这个4-5号被大鱼人带则 牵上也动不了手 这局应该还是比较偏发育的一局 诶蝙蝠骑士这个走位 拉比克是刚才没有低身回头放举 直接逼出一个火 这样可以了 诶 德鲁伊的血量有点低 不过有一声吼在 拉比克蹭一点经验 火枪一局 风行吹口魔棒 没死 残血 超残血没有死啊 应该是不到10滴 又过来是 骚了一下 6分钟的神符 蝙蝠这一波是有一个奥束斧 直接开火 戴泽也在反打 找拉比克拉比克 6层油 那肯定是死了 后面一个大招 盲碟一下 7层油 走位置 给伯葬 拉比克能反打吗 蝙蝠骑士 再点一下 蝙蝠骑士自己要死 吃一口魔棒 哎呦 蝙蝠死了 戴泽技能cd 哎呦 飞肉这边是被烧死了 德鲁伊这个应该是自己大意了 他在追蝙蝠的时候 是被蝙蝠的火给烧死了 本来这一波 贝尔应该是大转的 但是自己死了一个核心 刚才泡沫大招 加上拉比克的走位 是躲开了蝙蝠的一个 DL烧 米波应该是 准备先做两个魔龙枪过渡 现在场上经济的话 Miracle米波第一 利益的经济整体是领先 前期贝尔斯是完全没有管 这个米波 放你发育 怎么舒服怎么发育 看Miracle中期 怎么来带动这个节奏 小强6级在下路 这边发他泡沫也是过来 7级的泡沫 大招时间还有 有EA一次 大羽人的血量很低 直接刺 A刺 单杀了这波 胖姆过来 打了个酱油 马特曼的火枪 双膝带相威胁 中路战的也是比较稳 就是补给多买一些 多买了一些 下路米波一个招后 直接网住 尖刺外壳开 大羽人踩 S一下再踩 双忽悠伤害打出来 一个穿刺 刺两个人 往回走 有大药 A一下 大药没吃 大羽人等下 要踩 踩中 再走了 米波收一个人头 一个绕后 杀了我小强 炮河中 炮河 开了一个大招 想去收这个残蝎米波 但是 感觉应该是没机会 追身放了一件 米波直接走了 米波出魔龙枪 主要是为了称属性 因为米波需要的属性 就是力量跟敏捷 要智力没用 魔龙枪 多出几个 是比冰眼要便宜很多的 属于属性装 属性装当中 现在比较高的 蝙蝠 使绿鞋瓶子之后 准备再来出跳 这边是 贝尔斯一波开悟 风行者做了一双相位鞋 丝毫被风行者 还是 还是可以的 有点出出 蜡皮革偷的是火箱流线弹 满级 小强一马当仙 这边中路盯上了火箱 这个位置有真眼 真假眼 小强马上被看到了 还差一点 看到了 先刺外 拉比克一个强行绕后 穿刺 但是这个刺好像是 S一下还是刺出来 强杀了火箱 这波力量也是开悟 人也很多 先杀了笔肉的一个德鲁伊 拉比克位置也很差 也秒掉 泡沫人员被踩中 能跳走吗 补一手拉 漂亮 泡沫也被杀掉 这边力量的人 非常多啊 是打了一波一换三 完全不亏 Mirror和米古马上是 双魔龙枪了 非常非常肥 贝尔斯这个阵容的 中期的爆发并不是很高 拿这个高属性的魔龙枪 是没什么办法 德鲁伊是撞到对方的 开悟的部队 很快被切死了 想都别想 蝙蝠也快跳了 整体这个局势 运克的这个前期还是很优的 因为贝尔斯这局选了一个4号位风行者 他们线上是没有什么节奏点 而且风行者也是走了一个偏发育的路线 使得他们中期整体是比较被动 小强这个点呢 毕竟是隐身型英雄 容易被对方的反应针对到 这边发现了大鱼人 想动手 大鱼人直接是开了加速 给个点灯往回走 也没有动到 像一般中的这个地方 在小强miss之后 都是会常被针眼的 小强不太容易突破中路 米国继续刷野 准备刷跳出来 刷跳再出身 诶 啊 这个地方小强还是配合都里杀掉了大鱼人 没注意看到 戴泽在附近 但是伯藏势没有给到 下落这个塔 没什么血量 米国过来守 胖姆想点啊 打不过这个米国只能放弃 还在浪 一个网 胖姆跳走 黄里走 大鱼人过来想盲踩 拉比克一个举 断了一下 给了一个流线弹 但是大鱼人这个位置没有反引 比克也是没反引 再是一个流线弹 巴塔要被 点了真眼 巴塔这波死了 非要跟对方纠结这个塔的问题 然后跳了小树林 下落米国火枪 过来反对方的一个塔 拉比克是点了对面野区的一些视野 偷了大鱼人一个加速 风行者是在 补自己的发育 这世界里的前面 布鲁伊这局也不是很肥 想打一箭 没射中 一本TP 小强直接是全忽悠走 没留到人 尖刺外壳流住了火枪 拉比克补一首局 哎呦 马特曼这一波是为了掩护队友 放了一个流线弹 被小强这个尖刺外壳给挡到了 火枪这一波又是救人自己死了 小强是快跳刀了 我现在的冲击者在補 推推推棒 页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米波是提前买了一个物 马上有下刀 米波刷的还是比较快的 现在经济米波是全场第一 然后整体经济经济地区领先了1000多 领先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贝尔斯这个三分的发育比较平均 买个cntrol这边已经是跳刀 小强这边也是跳刀了 这局负爱我小强也是比较肥的 站在位置被立刻的一个扫描发现 浩姆下入带线 带到很深 上路这个塔应该直接放了 梅尔克退塔之后TP回家 跳刀到手有雾 米波跳刀第一波 看怎么来动 上路应该是先带一波线 这波应该是 旅馆中期比较强势的一波 米波蝙蝠双跳 应该是要开一波雾了 中路火枪露线 出的也是战装的属性装 一波开悟直接来包中 中路风行者露线 要强动手吗 有蝙蝠是可以强动手 先甩一个编织 绕塔后开火找人 看视野发现了风行者 跳过来拉住 给点灯 补一脚踩 直接秒掉没有悬念 这边再往下 小强跳走 中路推塔 这个塔贝尔斯应该是要放了 现在德鲁玉还打不了正面 而且Liquid两个跳出来之后 切入能力很强 畢克应该是可以打盾 有大鱼人米波 打盾很快 火像想击破灵肯 但是弄巧成拙了 重行给了一个强力机 但是没有人赶过去 米波应该是可以成功空盾 再是一波开悟 节奏很快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视野看到的小强 米波是单找上路 这边米波没有视野 泡沫要露线的话 Miracle有机会杀 这边已经破 泡沫先跳过来 跳过来网住 连续的忽悠再补网 咦 这个好像 TP再被网是不断TP的 他打直接TP回去了 米波的这个网跟大家海耀的这个网还不太一样 这边大鱼人也就跳刀了 像这个德鲁伊的生存环境时非常的艰难 这样贝尔斯的这个小强也 小强也没什么节奏 他本身出的还是个跳刀 只能抓人 但现在局势太烈 打不了这个 正面团战或者干客 对方已经开始抱团了 没了这个米波 上路破一个二塔 蝙蝠骑士 一圣潭过来留人 找风行 大鱼人跳踩点灯 鼓一手炸 开火烧 直接烧死了 小强跳刺打反手 诶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德鲁伊吼一声 看能不能留人 米波的位置在哪 米波在野区 本体在这个地方 下路应该是主要过来推进的 拉比克这边开悟 配合泡沫 有机会 买买这边是落单被抓了 过来近距离 放心落 火箱把技能用完 拉比克直接TP 天气势想打断 但是晚了一步 大鱼人跳过来 这个 泡沫跟拉比克都走了 杀了一波火枪 但是对局势影响不大 这个德鲁伊是太穷了 打钱的空间非常的小 整体经济 Liquid领先了将近7000 经验是领先2000左右 米波现在盾还在 直接是买了一个2100 要做扬刀 因为贝尔斯这个制容很脆 所以说不太缺输出 主要缺控制 也是帮自己多一手打断 防止抓泡沫那样 输出有余 但是控制不多 被对面踢走的一个情况 18分半 米波是已经11000的经济了 这一波带顿强推 贝尔斯应该还是守不了 这样的话 小强这个点就打废了 复兴者也没什么 出装备也没什么意义 想出电锤走输出路线 但是并没有环境给他这样输出 这一局贝尔斯的这个 BB尝试是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下路退完再来转中 上路贝尔斯带线 破了对方一个上路的伊塔 这一局米波首先是一个实选的 对方的这种对米波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克制性 而且前期贝尔斯也没有管米波 这米尔克是一个无解发育的 线上空补然后钻业也没有人管 中塔也破掉 米波是还差 500就扬刀了 19分钟 泡沫是更新了A帐 这边贝尔斯一波开悟 感觉这种局势往后拖的话是坐以待毙啊 打起来也没有对面快 后期也处理不了 而且立刻可以无限空盾 米波是已经做出了羊刀 现在就看米尔克表演了 泡沫跳刀 用了一个扫描扫到了德鲁伊 但这个位置离得比较远 现在立刻就是找机会 找一个机会来抓人 然后对刷其实也不是很怕 等得远远漏人 看泡沫赶不赶出来 泡沫后面是有人蹲 这边打点好像知道里面有人 封信者一个强力机看到了米波 直接忽悠走 泡沫露现米波跟队友会合 这样是下路塔 应该是贝尔斯可以推 米波直接踢过来 想打 跳过来忽悠 但是被小强碰到 反手刺有输出吗 不敢打 泡沫走了 天不骑士 一个粉 加拉 泡沫是没有跳走 被秒掉 再留人 捆了一下 大鱼人跳到差四秒钟 没有踩这一脚 但是攻击者应该是可以留点灯在 现在正面团战已经完全是一边倒了 拿着拿着个米波没有办法 这边是谁帮米波 补了个 米波刚才怎么有一个吸血效果 应该是米波的被动吧 哦 米波的天赋 还是天赋点了加吸血 这个米波用太少 忘了 贝尔斯再来一波开悟 发现了米波能不能杀一次 靠技能全给 戴泽伯葬给的很及时在推一手 这个米波好像 再被缠绕 还是死了 米波终于被秒掉 看这个被是能不能收割 戴泽的位置也很危险 拉皮克残血 跳一下夺普攻很漂亮 再吃一口瓶子 但是被边皮是包了 还差一下普攻 点到 拉皮克被杀 但是这边是蝙蝠被捆 也被杀掉 法塔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蝙蝠在后面是烧死了两个人 还有一个火枪 这个火枪能不能追 胖姆跳过来 封信者封部 找机会捆 有推推棒 先是双星落 一个捆 强力机漂亮 再杀一个火枪 这一波贝尔斯是打了一个二换四 在先秒了米波之后 是完成了一波收割 米波是可以买回 但是没有选择买 这波应该是打回了不少经济 直接是让法塔这个泡姆飞了 两千七 风行是补了一把跳刀 跳刀推推 主打控制 这是给 给贝尔斯有了一个后期 跟对方打后期的希望 没有贝尔 贝尔斯除了新人都是老人 除了弗里托全是老人 并不是说除了发达都是新人 都是老人 只不过有的选手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一波开悟 这波其实是一个五人五代的米波 想要打开局面 米波这把羊还没有起到作用 套姆是更新立双飞鞋想刷起来 叶眼用了一个扫描 但是没有扫到 这个位置看到了信使 也看到了人 看怎么打先手 一本TP 圣坛TP谁 拉比克 要买拉比克吗 冰武骑士还没动 点一下过来跳拉 补羊 秒的是谁 凤星拉比克 瞬间是兜倒下 德鲁里小龙吼一下 小强的位置也很危险 被黏住 中了被动 一狙 带走 一波零换三 这个开悟也是利用了他们这个位置有一个视野 有一个 在哪的视野 高台的视野 看到了对方上南附近的一波集合 盾还没有刷新 风行者不是苏没有他哥 苏没有他哥 苏没有他哥那个ID 跟他比较像 这个风行的ID叫Yapser 然后他哥 应该叫什么 Yawa 什么 YAWAR 那种的 还是不一样的 风行是之前Eskip的四号位 双倍伤害 啊盾刷了 伊克再过来打盾 好我们看到米波扬到之后是要做一个林肯 不然很容易的单杀 盾还是给了米波 米波已经23级了 米波的25级天赋是可以捡忽悠CD或者加生命 一般都是会选加生命 打到后期还是属性比较重要 米波是直接撑了一个冰眼 把属性撑高 就是强行做肉了 这个属性这个时间段已经是比较强势了 德鲁伊做了一个飓风场景 后面也是要做一个林肯来防羊 对面有一个羊刀米波 林肯几乎是大哥要避兑的 这一波看立刻怎么上高地 米波有盾 还有一个火枪在 贝尔斯手高可以靠风行者的强力机 米波下落也是在找机会 等德鲁伊带球 本体不露剑 一剑射中了一个米波 侧翼蝙蝠找了一波人 但是没有找到蝙蝠是有宝石的 德鲁伊本体不露 只让熊带线 米尔克在这个位置蹲着 他继续发育 打起来再回去 今天风行的一个跳捆强力机 耗一波血 但是米波是刚刚性的冰眼属性非常的高 这种耗血感觉有点不疼不痒 给一剑 没事 哎 吃到了大鱼人 双星落 再给个强力机 再做个国葬 残陷往回拉一波 德鲁伊 这边被留了 边不骑士跳过来 推过来吹风 留着德鲁伊 有没有TP 德鲁伊现在回不去 吼一下拉开距离 TP 边不骑士没有拉 德鲁伊回来 只不正面要打 提前一剑射中了 小强 想放穿刺 有CD啊 被先绑住 推一手没死 国葬是给大鱼人 这样米波有点危险 大鱼人 往回一个丢 感觉还是要死 垫一把大鱼人先死 拉比克 偷一脚踩 跳踩 双星落 米波也倒下 戴德这个位置也要死 小火枪没有了 前排的保护也阵亡 蝙蝠骑士想赶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波是被贝尔斯 打了对面一个团灭 零换 零换4 或者说零换5 这波首先是 力会的这个蝙蝠骑士 选择回去留德鲁伊 他想的是我一个蝙蝠 换对方德鲁伊回不来 应该是很赚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他跳推吹风的德鲁伊之后呢 被德鲁伊拉开去 大鱼伊接TP 蝙蝠骑士没法切入 近身不了 然后正面团战的时候 戴瑟伯荡是给了大鱼人 在米波起身之后 大鱼人虽然说 延缓一段时间 但是米波是被杀掉了 这是被贝尔斯打回来了一波 这波是米波戴盾上高 但是被对方守住 而且应该是送了很多经济跟经验 米波是一个等级很高的英雄 奖金是我的 直接组织一波反推 米波是快要复活了 大鱼人在高台上面用 暗影护符隐身 踩一脚熊 往回跳 边无骑士 找机会想先手 拉住小强 往回拖 拉比克这边是偷了要踩 踩中两个人 捆住大鱼人 很危险 国藏给不给没给出来 被秒掉 米波还没有活大鱼人先死 但正面也杀对面一个拉比克 塔没有被点掉 给了一拘 没有拘死人 这边贝尔斯先撤 泡木 开个大招 想反打 对面少一个人 看有没有机会 这边有视野 看到了蝙蝠骑士 蝙蝠跳过来 一个跳 刺S两下 风行者一个跳捆捆到 泡木跳过来双星落 直接带走秒掉 非常漂亮 火箱开BKB 米波绕后 踢圣坛 一手扬 扬住了风行 但风行是有推 走一波很灵活 米波这个分身是来晚了 这一波非常赚啊 贝尔斯 又是利用泡木大招 反杀对面一个蝙蝠 而且貌似是绞了宝石 杀了蝙蝠 绞了宝石 然后又打出了火枪的一个 9秒的BKB 这个贝尔斯后期的团战配合 打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经济又被追到了5000之内 而且 严格来讲 利会的还没有完成破路 现在利会的可以 可能要放缓节奏了 比如说要先拆一拆对方的圣坛 而且米波的装备 还可以装心 往后期打的话 这个魔龙枪是可以换的 但是贝尔斯后期是有得打的 这个炮姆跟德鲁尼的经济已经起来了 这一局火枪是有点穷 说实话米波也不是一个大后期英雄啊 这个英雄他是 他赢在成型比较快和炼金比较像 他是成型之后呢 利用装备的优势 可以打一个压制空盾上高 但是大后期的话 他因为刷的太快 所以说装备成型快 当装备饱和之后 就进入到对方的一个强势器了 他会变弱 这边贝尔斯又是一波开悟 发现了米波 跳踩先手射击德 风行捆 控制非常非常足 这米波应该是必死了 最后德鲁尼还推自己下去用 咆哮捕利手控制 这个时候 米尔克在这个位置打野有点危险 虽然说这个位置有利会一个进攻眼 但是被贝尔斯的这一波开悟找到了 大鱼人引刀 发现了风行 想杀吗 踩一脚 点灯A一下跳走 也不敢动 蝙蝠骑士 补跳拉小强 跳尖侧外壳 拉比克 举刺泡沫过来 诶 这波不该打呀 这波真的是不该打 米波都已经不在了 又多送了个蝙蝠 正面米波阵亡 火枪不在 蝙蝠骑士拉里哪有输出啊 完全没有输出 德鲁伊大电锤 泡沫林肯 感觉这个局 要被贝尔翻过来了 现在拆上塔 阿尔塔肯定是不敢守 小强是带着宝石 这波直接逼高地也是可能的 米波还有21秒钟 浩姆跳过来双星落清兵 米波快要复活了 贝尔斯选择先撤 比较稳 浩姆直接飞下 阿尔塔想 后期转一下物理 蝙蝠是又买了一个宝石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现在下一波团战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火枪的这个装备更新大电锤 输出还是有的 好我们做了一个小电锤 米波的装备 最后一件想做蓄灵刀 但是中期是连续阵亡了几波 装备是停滞不前 节奏被断了 小强以太 现在看双方还有没有雾 Liquid是有雾 这边贝尔斯好像是雾是没有了 不用光了 下一波的盾奶就比较关键了 中路火枪露线 小熊是探到了火枪和大鱼人的位置 泡沫直接飞中 想打先手 小强 跳刺先手 凤行者一个捆 捆到打残 打残了火枪 我将开启BKB 先撤下 封印者是被捆到 有点灯 推一手 没死 泡沫过来双星落 自己是有零疼 但是被拉住 放在这个位置太差了 被秒掉了 这个泡沫 第二时间进来 打星落 没有杀死人 大鱼人一个双踩 拉比克举CD 差两秒钟 还差一秒 小强 跳过来监测外壳 也不打了 跳走 有水对棒 举一下 往上丢 跳走 这波需要利用这个时间 赶紧上高地 泡沫是可以买活的 看这波贝尔茨怎么守 选择转上 转上去 是比较明智 所以小强套一个大剑锤 过来耗一波火箱的血量 送一只熊 上路 空了一下 泡沫44秒 不太想买活 可是塔房还没开 这一路 塔房开起来 大鱼人 跳踩先手 泡沫买活 拉比克秒举 偷点灯 大鱼人这个位置 应该是要死了 分手者一个捆给搏葬 大鱼人没有死 这边是给了米波一个点灯 泡沫跳过来双星座 再秒一个火枪 火枪被秒掉了 再追 小强被网住 鼓一手网 有跳刀小强 再扬一手 米波被电 想控 控制太多了 米波被吼 还是被杀掉 这一波 利亏特是完成了破路 但是自己被杀的双核 米波再次阵亡 当然这边 贝尔斯也是交了泡沫的一个买活 但这一波 算起来应该还是贝尔斯要更赚一些 贝尔斯 却能过来打盾 拉比克点眼看到了蝙蝠的位置 小强推过来 尖测外壳 跳上来想留 有吹风吗 一个刺 刺起来 风行者跳过来找位置捆 没捆到开大招 拉比克想跟输出 推过来再举 控制真的是足 强行杀死了蝙蝠 第一时间拉比克放眼看到蝙蝠的时候 小强是不在的 他是跳推过来踩到那个火上 然后用以太之境的穿刺流到了蝙蝠 这样贝尔斯是控到了这波盾 非常关键 我们带盾 奶酪给了德鲁伊 贝尔斯利用这波盾 应该是可以直接反对 对方一波高地 王与金钱紧密相连 天徽中塔正受到攻击 一分钱也是钱 天徽建筑全面加负 二塔破掉 可以先拆圣坛 封城也是做出了一个小电锤 现在场上经济已经是完全持平 经验是贝尔斯领先 而且论作战能力来说 贝尔斯的核心应该是要更强一些 尼波的装备接近饱和 火枪装备也没有领先 德鲁伊是在后面又补了一个林肯 泡姆做了大电锤 后期贝尔斯的物理输入点比较多 德鲁伊 泡姆加上风行者走的也是 也是一个物理路线 然后想将拉比克两手稳定的强控 都是有跳推的 控制也比较好打出来 而Liquid这一局的话 打到后期 其实作用也是有的 只不过就是大哥的输出 没有对面的环境那么好 火枪怕被切 米波是太容易被集火了 因为米波是一个不能出BKB的英雄 而蝙蝠的话已经是 就是一个固定作用了 这个位置一波开悟 大鱼人引到 诶 正好路线 往回跳 控制很多 这边贝尔斯的阵容呢 控制非常足 而且追击能力很强 谢谢Model6666 一旦被贝尔斯看到的人 基本是跑不了的 下路看到了一个米波 想杀泡姆给了个大招 德鲁伊 拉比克再赶 一个飞鞋 泡姆过来 双星的米波能不能走 感觉米波想 米波想拼泡姆 泡姆是有盾的啊 是拼掉了泡姆 但自己被点死 泡姆是用盾换了米波一条命 拉比克本来想控人 但是跳到树林里面有点尴尬 这波下路可以利用米波的复活时间 去上一波高地 米波是90秒钟可以买活 小强跳推一态 拉比克跳推 这两个人就是打纯控制 封星也是有这个挑推的 小强尖刺外壳 一个穿刺 把火箱推进来打 大云是开启BKB 但是瞬间被点死 小强被杀掉 那边泡姆过来输出 吹起了蝙蝠 看伯藏给谁 伯藏给了蝙蝠 带着自己很危险 米波是没有选择买活 立刻全是残血 小强买活 直接 飞鞋过来 这一路贝尔斯是先破掉 拉比克跳曲 往回丢 推一下跟剑 没有射中 米波还有33秒钟 不想买 这边Ferro的 德鲁伊的血量比较残啊 没什么血 小强大舰过来赶人 这波贝尔斯可以走了 已经是比较赚了 依靠小强的一个买活 是破了对方一路高地 这项上方是一路换一路 而且上路线已经过来了 页眼信使是死了 好像就死在了中路 这是一个 拉比克的吹风 刚才Ferro也是临时买活更新一双飞鞋 为了赶了一波战场 保证自己能破掉一路 这边Ferro是在最后更新了一个暗面 比较靠后的时间是补了一把暗面 短暗面 短暗地提高了输出 远利克特选择一波反开悟 想打对方一个人员不齐整 他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先手的 点了一个眼 但是贝尔斯的人抱得很紧 风行的前世已经够一账了 但是最后时间避免节外生枝 应该是要先留一个买活 蝙蝠也做出了BKB 发他的炮我们最后一点装备 是选择要做BKB 然后跳刀也可以 在最后时间换成像蝴蝶金箍棒这样的装备 转成纯物理 双方又开始了一种后期的僵持 各自抱团都不敢分手 分散 这边利克特的站位被贝尔斯一个扫描 是发现了 现在看一下买活 买活比较关键 米波泡沫 火枪风行都可以买 这是场上的四核 利克特下路逼到高低附近 但是应该是断然不敢上高的 小熊过来探一波视野 大人跳赛一个点灯 直接轻一只熊 德鲁伊乃酪还在啊 米波飞中了 还是过来发育了 应该是过来买蓄震刀吧 米波应该要买蓄震刀加买活 钱不够 应该是要打一个蓄震刀加买活的钱 对我下路僵持 让对面不好去带线 泡姆这个钱 这个钱应该是可以把BKP先买出来了 5300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大后期阶段 其实胜负也不太好输 还是要看最后一波团战 包括上一局就是利克特的后期 本来都感觉这么有优势了 还是被贝尔斯一波带走了 现在我们看到贝尔斯的后期 应该是要更好打一些 但是 比克特的这个 装备差距其实也 也没什么 这边拿到装备之后 选择了一波 开大招 泡姆是更新了BKP 拉比克特有吹风 给了一个先手剑 看视野 大鱼人跳走 哎呦满图班们 再给一个强力机耗一下 但是距离太远 小强跳刺 强控泡姆BKP 火枪 给伯葬 但是血量太低 感觉就不会来了 发肯是先收了带责 火枪也要死 哎呦 但是发肯自己的这个位置也很危险 被米国拼死 但是米国也被点死 这边 贝尔斯是打了一波 一换三 再找蝙蝠 这个词没有刺到 有一个引刀大鱼人 还对风行有想法 跳过来 小强手宝石 哎呦这个大鱼人自己搞事啊 也送了 一波一换四 这一波 还是有马兔的一个重剑引起的 本来这个重剑的位置确实是非常远 但是因为贝尔斯这个 他们控制的切入能力太强了 小强是跳推以太 他这个控制距离应该是超过了一个屏幕 是强行跟上第二手控制 把火枪给杀掉了 虽然说有戴泽的脖葬在 但是火枪本身没有回复型技能 这脖葬之后还是要死 泡姆也是打得比较凶 直接是BK比强切 最后大鱼人想反杀一个风行者 还被宝石小强给反杀了 这一波之后火枪是经济更加的差 这波米波也死了 米波这个装备已经是饱和了 但是贝尔斯不一样 德鲁伊还可以武装小熊 泡姆还可以考虑卖跳 这波再反推上高地 小强跳刺先手吧 哎呦火枪推进来 火枪又是贪血 马兔们 感觉又要死了 大云是拼死一个拉比克 火枪倒下 小强也死了 这波倒是不太好基于上高 火枪是一换二 过来想找人吹风吹起了一只小熊 大只熊解愤吧 大只熊解愤吧 王台Frive也是一个跳刺先手 矿道人头把火枪往己方的位置来推 让火枪这个地方不太容易被救 这边盾刷 你给我进来打 这个位置火枪不在 但是有点能打得很快 贝尔斯这个盾应该是来不及手了 小熊过来看 但是晚了 对蜘蛛留住 这样第二只盾也是要死 特别一暂时没熊了 93秒 Burta是选择满击天赋 加了这个跳跃的攻击速度 这是一个转物理的泡姆 通行也是更新了一仗 奥姆一个大招 又想配合来杀米波 米波是带盾有大飞鞋的 这三个人是目前贝尔斯的三合 杀米波一个盾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还是没有动手 直接上手收线了 这一局又是一局胖光局啊 又是一个一小时局 风行者后期也可以考虑出一个BKB来战装 他想出一些功能性道具 刚才想出紫苑 现在又想出勋章 德鲁伊的话还有一个装备可以更新 这格子是有给了金箍棒 提高一下输出 金箍棒暗灭 火枪进步棒前前才是有了 现在火枪带着一个奶酪米波有盾 但是跟上一局一样啊 这个第二路高地始终是一个问题 非常难上 这局火枪死了八次是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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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被控 虽然说本身出的也是BKB这样的保命装 打的时间长 拉比克也是手走N了个暂停 诶 上路这边开悟先手找人 找的是泡沐想杀 秒掉了 泡沐是飞翼卖活 菲尔先撤 这边是打出了利亏的两个BKB 蝙蝠齐是跟大约全开了BKB 米波是先回家补给一下 这个时间泡沐是肯定可以买的 这利亏的肯定也是要B一波 这边小强一个穿四先手风行者捆一下 泡沐暂时没买 哎呦这火箱 瞬间被秒 火箱被瞬秒 这个米波也是残血 徐灵救自己 米波是有盾 这个残血的先回家 这一波炮没有选择买 应该是贝尔斯只要不打就可以了 刚才都没有看清啊 戴泽火箱应该是没来得及给 这个火箱是 被拉比克偷了一个大鱼人点灯 被点灯之后 被瞬间点死 是德鲁伊的伤害 德鲁伊是更新了金箍棒 金箍棒安面搭电锤 吹风 留住一个大鱼人 小强穿四大鱼人DKB 顶掉 拉比克有点灯 给个点灯 德鲁伊的输出 但是不敢打 蝙蝦机制也在 这波炮没有复活 先撤 拉比克这一手点灯 偷得很精髓 立刻的这波带盾只能是 不打了 因为对面炮盾快要复活了 米波现在没有装备可以跟了 盾销之后卖掉魔龙枪 还可以再做一件 但是做什么呢 做蝴蝶还是龙心 这边泡沫复活之后 马上一个大招 对面人还是暂时不齐 火枪是没有飞鞋的 踢塔过来 这边看到了人的影子 小熊发现了戴泽 看怎么留 大鱼人跳踩 踩空 戴泽先被秒掉 再继续留 找蝙蝠 吹风留住 蝙蝠其实有BKB 落地周开BKB 赶紧走 德鲁伊疯狂点 强行点死 真的是不讲道理 蝙蝠开BKB 开火走地形 根本就没有用 这个德鲁伊的苦工 加上风行者的大招 几乎是瞬间点死了蝙蝠 后期这个物理输出能力 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这应该有用 这一波贝尔斯再组织反推 感觉Liquid是很难挡了 米国暂时带盾 贝尔斯可以稍微等下盾 带一带线 而且现在贝尔斯的买活应该也很多 像泡姆小强 风行都是可以买活飞的 泡姆过来跟队友会合 米国正好盾消 小强 天之外可又是晕了火箱一手 火箱应该是心里发慌 马苏是有奶酪 但是一直就没机会吃 高级塔是瞬间被点掉 现在在贝尔斯的书面前 高级塔已经不是 火箱我觉得这个流行单 最好就不要再放了 很容易被对方反利用 火箱过来强点掉远程冰 现在贝尔斯是破了对方两轮高地 选择先撤 上下的冰险不好 并不着急啊 德鲁亦还可以给小熊出一个强袭之类的装备 小强 最后一件要做A杖 钱是已经直接够了 带着一个奶酪 看是要不要买出来还是 留买货 刚看钱好像是够了 帮我们做了一个2级的飞鞋 又开个大招 小强也是2级飞鞋 这边贝尔斯已经想好了 炮门跟小强可以打得凶一点 然后利用买活来打第二波 不过小强飞鞋是用了 430CB 买活都很多 这边给一件视野 小强跳刺先手 米波BKB全开 这边是开了三个BKB 泡姆切发白先点带泽 没有点死打紧出一套 跟火枪刚正面 火枪也打不过这个泡姆 吃奶酪吃满 奶酪这波是吃了出来 这边是打了对面一个零换三 泡姆也死了 这边利亏是打赢了这一波团战 德鲁伊是被切死了 零换四 但是贝尔斯四个人都可以买活 泡姆直接买了 这一波火枪终于是吸收伤害之后 吃出了奶酪 给一箭 风行买活 小强买活 德鲁伊活得快 利可得要赶紧走 小强 尖刺外壳 又是火枪被定了一下 但是德鲁伊这个买活应该省下来了 泡姆一个大招 这波利可应该是不敢上了 打了对面三个卖活 这一波团战 我们主要是跟随泡姆是要再打 泡姆是想去强切火枪 先切戴泽没有成功被戴泽推走 然后再次来切火枪 被火枪一个奶酪吃满 然后反打泡姆泡姆是死掉 别的位置的 别的位置团战是同时发生的 但是我们看到 利可得这一波BKB开得很及时 就是三个BKB是第一时间开的 没有被秒掉的人 就像Crawkey作眼应该是被杀掉 没有给贝尔斯第一波特别好的 控制加输出的时候 这样第一波 小强跟拉比克应该是不好发挥的 德鲁伊怎么死的是没注意看到 贝尔斯买活之后全都反打一波 带格现在阵王是不能买活 不过也不太好反打 他们现在本身买活CD也比较危险 现在Liquid应该说他们是有一点买活优势 他们的三核是多可以买 然后贝尔斯只有德鲁伊一个人可以买 小熊探眼盾 胖姆天爱开刹音乐至今 德鲁伊应该也是 刚才应该是Liquid这边 GH大鱼人是空到了贝尔斯的后排 后排直接被切 Liquid这个阵容的爆发也 出出也是不低的 大鱼人是更新了一个墙席 这个大鱼人我们看他经济也是不差 经济是2万 GH总是能在后期掏出装备 当然这局也是个点睛大鱼人 大鱼人已经开始准备出 出这个金箍棒了 胖姆又是一波大招 这个大招好像是开在了对方眼的附近 现在Liquid一波开悟 米波也过来 这波团战很关键 蝙蝠骑士破误 大鱼人跳踩 先手拉比克被瞬秒 这边泡姆输出 米波切入 德鲁伊拉开局 但是被蝙蝠骑士找到了 德鲁伊这个位置被秒 德鲁伊阵亡 那这波是Liquid一个收割了 大鱼人找位置 进来跳踩 又踩中了一个风行者 一狙也带走 风行跟Liquid都是不能买活的 这是给了Liquid一波进攻的机会 先过来打盾 现在还是不能着急啊 打盾之后直接是快速推进 这波应该是可以有机会 直接一波基地 德鲁伊活的还是比较快 还是先顺手拆了一个圣坛 还是来看一下买活 现在贝尔斯只有 德鲁伊一个人可以买活 风行这波肯定是没有了 好我们再带线 巴尔塔不会想是去对拆超级兵吧 这个是没什么前途的 对面拆 拆打能力是非常的快啊 正面确实是打不过 小强一个跳刺 控一下大鱼人跳踩 控到了一只小熊 小强飞走 开一波塔房 泡沫回来 一箭射中了火枪 想点 火枪这个位置有奶酪 带泽有博葬 BKB开起来 奶酪可以吃 奶酪直接吃满血 点死了 风行者 德鲁伊选择买活 这边Miracle的米波是残血回家 没有死 杀了一个带泽 哎 这边是米波中箭 但是有盾 在追着A 米波叫盾 小强跟火箱 哎呀没拼过 小强这个尖刺 穿刺是S两下之后 没放出来 火箱买活 大鱼人是选的满活 米波是被杀掉 但米波也可以买 拉比克推过来 再举蝙蝠 蝙蝠骑士被偷一个技能 再补一箭 蝙蝠骑士也死了 力会的 这一波是打出了 对方的超级兵应该是 打出了贝尔斯的超级兵 但是 被对面杀了两个核心 贝尔斯这波是德鲁伊满活 打对面一个阿环4 然后力会的是交两个满活 贝尔斯想利用这个机会 打一个一波 现在一波有点难 这发大师做了一把圣剑 最后是扔了什么装备啊 跳到A张大电锤 林肯 他把林肯是换成了圣剑 但是他的这个装备没有续航 这样自己还是比较危险的打得有点急了 直接中路来会合 想打这一波 但是这一波米波跟蝙蝠都是可以买活的其实 而且火枪是满状态还带着一个买活 而且火枪是满状态还带着一个买活 大云还在上 大比克跳举强行输出 发大师太拼了 这个直接圣剑掉了 感觉打的是太过于急躁了 这人得了一输出 点火枪 有点对不过 也死了 这样可以激进了 最后 圣剑一波想打超级兵 但是并没有成功 最终 立刻就是拿下了第二局 非常艰难 上方战成了一比一平 又是一场熬战 最终一波是飞过来 拆了一波加 这两个队伍其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打到了决胜局 已经 强行让我们通效 不过这局确实是比较精彩 打成了一个后期有来有回的比赛 对这局转发了一波 你终结束